一百零三年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試初步規劃引起不少爭議 日前台北市教師會針對北市七十四所公私立國中的學生 家長以及老師進行問卷調查 結果有超過七成的學生家長以及老師都認為 特招考試會影響他們的升學規劃及教學方向 希望能夠暫緩實施 老師學東 學西 學美國 學歐洲 我們自己要什麼樣的學生 我們自己為什麼不用自己的思考 我們有沒有問過這些高中 他們想要選取什麼樣的學生 讓他們來決定用什麼方法來選學生 為什麼一定要這個披薩 雖然教育局一再澄清特色招生不是考類披薩 而是考素養平糧 但調查中也可以看到 超過六成以上的學生和家長都不了解 特招考試的規劃是什麼 更有四成六的老師不清楚教育局規劃的內容 我們其實不是反對這種題目 我們是反對就是說 這個部分的題目應該要做更多的研究 應該給老師更多的時間 預計在六月底之前我們會針對素養平糧的 相關的提型配分方式 相關的縮帖的部分 我們會對外去做比較清楚的公告 面對種種的質疑 北市教育局表示 一百零三年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試素養平糧 類披薩試題只是素養平糧規劃的提型之一 並非全部將是學生的學習狀況調整 不會讓學生無所适從 記者吳曉瑜 蓬耀祖特匯報道